工人还在排队求职 老板已经做了保姆 作者陈思静 你老板的工作没了 你自然也失业了 码头上的空货柜堆积如山 县里生产出口袜子的小厂堆货如山 原本以为疫情结束一切就好了 结果发现这才是开始 对美订单下降40% 用工荒一夜逆转为200人抢一个岗位 本科生不要 没有经验的不要 35岁以上的不 要 人们突然发现 政策要延迟退休 而自己提前报废 今日 前老板 献保姆胡姐找我 希望我能推他上热搜 以图东山再起 我说 热搜可能要花钱买 你有钱吗 他说 你们家传编辑部不是很有影响力吗 外贸寒冬里的洞壁者 每十一个浙江人里 就有一个老板 胡姐就是其中一位 在我认识他的一几年里 他有时是装修公司老板 有时是餐饮老板 最后一次更新身份 是一家织袜厂的老板 在去年疫情风控还未解除时 我还收到了他寄来的一箱袜子 电话里 他很兴奋地跟我炫耀 虽然在杭州市区的餐饮店 因为疫情亏了八十来万元 但这两百名袜厂女工 会给他创造财富 我觉得他能成功 在他身上 有浙江人永远从零开始的原始激情 也有令人惊艳的行动力 哪怕如今五十多岁 还扎着小姑娘的发便 他很自豪地地说 该吃吃该喝喝 啥是不往心里割 没有一根白发 但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还是能看出来 这次袜厂失败带给他的痕迹 毕竟这次他投入的古本 几乎是倾价 2022年的中国外贸 火爆到令人惊艳 全世界都在向中国大肆采购 我一些做外贸的朋友直呼没想到 火解命好 赶上了这一波红利 他的袜厂设在老家县城 成本低 订单也不愁 全部来自大厂的外贸订单分包 虽是外贸行业的末端 但仍然有利可图 在最洪货的时候 每天早上七点干到晚上九十点钟 活还干不完 但这种好事 在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变化了 年终一结算 给工人发完两百万元工资 几乎一分钱没赚 更要命的是 2023年的订单 没有接到一单 不得已 他选择了五折退股 及时止损 那两百多名女工 他也顾不上了 空急装箱与求职长龙 曾几何时 人们是资本如猛虎 老板如洪水 如今资本家 胡杰跑了 工人怎么办 数据显示 从2022年10月份之后 我国外贸订单 连续三个月的出口总值 都在持续下滑 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中国的制造业订单 下滑了40% 今年年初开始 从上海到广州 港口码头空置的集装箱 一眼望不到边际 大量订单消失了 最近 一家上市公司 因订单骤解 而给员工放假88天 人们完全没想到 2019年才进入留意四拐点 2023年就被逆转 那些苛刻的招聘条件 又回来了 加薪一家材料工厂 招聘20人 结果冒着冷雨 来了300多人 在四川成都一家电子厂 300个工位 引来上千人哄抢了 在河南 因为劳务中介 招一名员工 却被数一名应聘的人 团团围住 这个食品加工厂 喊出大专以上学历 大专本科研究生 不要进来了 可能是觉得高学历者 从事低端岗位 难免不稳定 跳槽快 这样喊 说明这些高学历人士 真的来求职过 当生产端变得如此僧多粥少 在会念经的和尚 也难免饥不择食 相应的 工价变得越来越低 在深圳一家工厂 临时工价 从每小时23元降到17元 应聘者 依然在工厂门口 大排长龙 更残忍的是 并不是接受低价工资 就能找到工作的 1986年以上的求职者 很多工厂都不要了 招工显老 退休闲小 就像三个中老年求职者 有人说 从35岁失业 到65岁退休 中间30年 让我去要饭吗 网上到处 都是这种工作 难找得哀叹了 保姆才是好出路 据说 自去年以来 员工叫滴滴 最怕碰上老板接单 而胡姐 则选择了保姆行当 过年时 一位亲戚 无意间说起 自己正在杭州当保姆 一个月八千块钱 胡姐一盘算 开袜厂忙活个一年到头 还不如做保姆证得多 更让人难过的是 阿姨市场现在是藏龙卧虎 各行各业亏了的女老板 都往这个行业里钻 会好吗 我一直有个观察的时间节点 三月份 会有一批企业家 选择放弃坚持 真正的考验 会是六月份的毕业季 原因很简单 以前有疫情这个借口 老板在等待 毕业生也在等待 现在疫情结束了 如果市场还没好转 那说明不是周期 而是趋势 换句话说 不是线段 而是涉线 网上有找工失败的朋友说 现在不要盲目出去找工作了 等到七月份就好了 我不觉得 七月份才是大决战 到了那时 能顾得起保姆的人 不知道还有多少 全文 暗工人还在排队求职 老板已经做了保姆 下面是一篇暖心文章 希望你有个好心情 你见过哪些不动声色的善良 我是甘肃人出生在白银 一个特别穷的乡 04年上大学 家里为了省钱 没有人陪着我自己来的 交了学费后 就剩331块钱 这是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显而易见肯定不够 有时候下课饿得不行 就去学校 对面农民像兰州的朋友 应该知道在哪里 有一家鸡汤刀削面 吃别人剩下的面 老板娘看见后 就让我没课的时候 去她那洗碗 两个小时给15块钱并且管饭 我在那洗了整整三年晚 每次放假回家 老板娘都会偷偷地多给几百块 让我不要给老板说 拿回去当路费 因为有她的照顾不至于饿死 我心里一直感恩戴德 去年老板娘因为癌症去世 我去吊咽 老板也明显老了 晚上我们俩在灵堂聊天 说起这事 她说知道当年 老板娘多给我钱的事 没声张 就是不想让我有心理负担 农村的孩子都比较敏感 万一不来了饿坏咋办 我当时就哭出来了 这就是我理解的善良 愿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 记得关注我哦